是不是你又想和她 如果是你怎么办呢 那这就难办了 不过没关系 大不了咱俩公平竞争嘛 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轻女孩子 到底都想些什么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 只不过我觉得我和你们不一样 就是干什么事 你们总是考虑来考虑去 前派狼后派虎的 等你想好了什么都晚了 我觉得我这点比你强 行了 你也甭跟我比了 我就是那么一说 我不可能跟你竞争的 我跟她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很多事情都已经习惯了 我改变不了她 她也从来没想过要改变我 我们如果重新开始 那是不可能的了 我只是提醒你 你还年轻 经历的事情少 好多问题不是靠热情来解决的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做个警察的妻子 没那么容易 你考虑过没有 你真跟她在一起生活了 会过得好吗 还没过呢 怎么就知道过不好啊 我相信 只要两个人努力 肯定能过好 关键啊 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你这点倒挺像她的 不赚囊前 不回头 不像我 我是根本就不可能 往墙上撞的 我 我真的挺像她的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刚到了 怎么不进去啊 我想一个人坐一会儿 见证文凭了吗 怎么样了她 诶 平平 你不觉得我这个人挺操蛋的呢 你怎么 你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是啊 是啊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不知道别人为我做多少事 操了多少心 我一天到晚满脑都是自己 很少考虑别人 包括你 包括你 你像在队里 上面有文凭给我顶着 下面人的衣凡给我拖着 可是什么英雅 可是什么英雄啊 楷模啊 楷模啊 全都归我了 说实话 没有他们我怎么可能会 也许我早就干不了这样了 是 我也总想 帮帮他们 帮帮他们 可是我总是想啊 想有什么用啊 我为他们做什么了 如果真想帮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帮不上呢 文凭都那样了 满脑子还都是我 铁子 我觉得你好像变了 其实啊 我一直想跟你说是这个友谊 就是男人之间这个友谊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不说我忘了啊 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间呢 有大情感 纯粹的情感 铁一样 能经受出时间的考验 而且不受任何风吹雨打的情感 真的 男人之间的友谊 光荣 伟大 正确 反而那个男女之间的情感吧 我一直持保留意见 就是说我也不想说 我还是说男人啊 我为什么对男人之间的友谊 评价这么高 三句话 一 男人之间互相吸引 靠什么 靠脾气 血性 人格魅力 这里面不能夹杂了一点什么功力色彩 那就交不上朋友 结不成友谊 二 男人之间友谊一旦产生 就称其为兄弟 那兄弟这两个字你能明白啊 手足情啊 你别看现在满世界都说哥们长哥们短的 知不知道 那他们都认为这是兄弟的二字好使 其实真正称其为兄弟的 太少了 三 男人一旦成了兄弟 那不光现在 此时此地是 而且永远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稳定之交都知道吧 嗯 哎 掉脑袋砍脖子 紧要关注 还是兄弟之交 啊 所以说这种事呢 只能发生在男人和男人之间 我反正我没听说女人之间有这种事 那么这三句话结合起来呢 我就说 伟大光荣正确 我怎么爱护生命 我就怎么爱护这来之不易的兄弟情感 哎 一半 你来个正好 我都要跟你说呢 嫂子 我都知道了 文凭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哎呀 谁知道呢 你看 先是小米受伤 接着她又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倒霉事都让我穿上了 文凭她自己知道的 我还没搞高手 你也别急 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关键是要好好地治 需要什么就跟我说 治什么呀 她现在吵着要出院 为什么 她说局里太忙了 这点小病啊 回家养养算了 哎 我本来是骗骗她的 现在好了 搞得我也没法跟她说了 哎 一半 你们是好兄弟 你去好好劝劝她 哎 哎 我看啊 说后我来你 我来我来 哎 在这呆着 你可不能马虎 这小病不治早晚要成大病 把身体搞垮了什么都完了 听我说一句 别急着出院 把病养好了再说嘛 就是这样 那剧里啥事那么忙完 非你不可能 你懂什么 坤叔 过两天了 我就要动手术了 动什么手术 小小小手术 那再小手术 他也要伤身体 总是要好好养一养 当然 小手术呢 也不是一两天能恢复的 所以呢 我想趁这几天没事 赶紧回去 把工作理顺了一下 然后跟局里打声招呼 该移交的都移交 要不然再耽误 就没多少时间了 行 不过这段时间不能太劳累了 把工作上的事干完了 就回来 行吗 好 我不会拿自己身体当儿戏的 我告诉你 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你要再见 你要再见吧 再见吧 再见吧 把窗户摇上了 风太大 你要着两个啊 没事没事没事 我想呼吸一下海上的空气 过去啊 你就没注意 咱们这儿的空气是那么的好 你还不知道吧 咱们这个城市刚被国际卫生组织定为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过去都在忙也不知道在忙 一凡 昨天帖子上我那去了 帖子 我们两个聊了好半天 他回来了 他就想看我去啦 去吧 妈 大老板来了 这可是稀钱的 你不说给我来电话 我这不来了吗 妈 我给你买了点治老韩腿的药 这有干事 快坐一会 我真饿了 饿了 等会锅里有热的 妈给端去 那我来吧 妈 不用不用 你快坐 好好 那我给端去 你们呢 饿了来找妈来了 有时连个人影都抓不着 你们也来好好聊 我去烧个烫 爸 我自己来 爸 我来 还好吧 小敏 很好 很好 爸 爸 你说多了 嗯 爸爸还好 爸爸见着小敏啊 什么都好了 哈哈 起来起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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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不够 爸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真的 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了 这说是个傻话呢 这说是个傻话呢 怎么可能呢 大哥都那么大年纪了 来 来 来 不够 我就不明白 到底忙啥呢 你说你啊 自从当这老板 连个眼睛都抓不着 你 文凭前段时间吧 还真来看看 嗯 这就好长时间没来了 小敏那臭小子更是能门 说执行任务去的 这可能好 一去就不回来了 爸 嗯 帖子没回来吗 废话 回来我还问你 不会吧 不会 你见过他 我去医院看文凭 文凭说他好像看着帖子了 去医院 啊 文凭怎么了 没什么 还是老毛病胃病 住两天医院 真是 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啊 快吃 快点吃 妈 你别急 你别急吗 他其实没什么事 就是检查检查 住两天医院 就出院了 我刚刚把他送回去 真的 真的 要不然过两天 我让他来看你 你们呢 都是一个味 你说你们也都不小了 嗯 怎么干起什么事了 就不管不顾的 嗯 干啥事还像毛了小子似的 哎呀 自个儿的身体得自个儿注意啊 啊 像你们这么糟蹋 那还有好啊 你们可真是 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上有老下有小的 那咋办呢 嗯 我知道 你这样做 都是为了我好 小明长大了 也有自己的思想了 好 爸爸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嘛 是吧 以后什么事啊 都要靠你自己去选择了 包括跟谁好啊 跟谁不好啊 啊 你放心 爸爸以后再也不会横假干涉你的事 当然 你要遇到什么 不明白的呀 你可以来找爸爸 爸爸非常愿意当好你这个参谋 啊 人哪这一辈子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要好好珍惜 妈 你就别跟着着急了 我们都会照顾自己 你放心吧 没事 嗯 没事就好 爸妈 哎呦 鸡丸饭的来了 爸妈 啊 我跟你说了嘛 你忙你的我这没事 没事 我说买东西路过来看看您 怎么就吃这个呢 我昨天晚上给您做的鱼呢 没热 吃的多少 我就知道 我不在家肯定要出事 你们等会儿先别吃 我会热的鱼点 别忙了别忙了 我这快吃完了 真的 别热了 又是我晚上自个吃的 啊 我才信不过您的 明天啊 还得我来给您做饭 哎 你你 你这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开复制店 我 我这 我这晚上没事店不店吧 哈哈 店没不至于买这么多吧 啊 那东西放长的可容易坏啊 我 哎呀 我那来的几个朋友 哦 哎 大妈 哎 我大哥的关护刀放哪了 哦 这 在电视旁边那个抽屉里 哦 你要那干嘛呀 我 我 我有用 哦 大妈 哎 我先走了啊 那个明天我来给您做饭 你看你忙什么的 一般大哥 再见啊 这说走就走了啊 这这事故 就这么忙都算多了 一般呢 啊 小事啊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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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 我 我有个急事 我得去办 你看 你看 把饭吃完了 我过两天来看 哎呀 我走了吗 你看看 这饭还没吃完 你什么事这么忙啊 我吃饱了 你看 都像火烧屁股似的 别人 吧 什么事 行吗 吃点东西吧 人这辈子真是 说不定什么时候 半夜想倒下去 再也爬不起来了 你说文凭 说倒就倒下去了 谁想到的事 我昨天晚上一毕业 就想起你们刚毕业的时候 都跟昨天似的 不是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前面挺吓人的 你记得咱们结婚那天吗 你们擦拳喝多了 尤其是文凭傻乎乎的 一会唱一会跳 他也不走 是 那天好像我们三个睡一个床了 你跟妈睡去了吧 就是 当时我还真有点后悔 我想结婚第一天就这样 结后怎么办呀 那时候也想 把新婚之夜想得还挺神秘的 正在自己结婚就觉得 你快吃一会儿凉了 你昨天说的是真的吗 我说什么了昨天 说我们谁也改变不了谁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 最近出现那么多事 我越来越感觉 过去有些事 还是太主观了 包括我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这些年 我也想明白了 在这个世上 很多事情 就不能用对错去评价的 我很清楚 你是个好人 你也不要对过去的事 有什么歉意 你没对不起我 真的 我也没对不起你 要说对不起 咱们俩都挺对不起孩子的 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这件事能澄清的话 我就走远一点 离开这个地方 干脆出国 我觉得一凡说得对 我们都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可我现在 特别想去看看文凭 我怕他得了这种病 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 可我以下这个身份 真是 就这个李小芳 都他害的 我跟你说 我非法的差经不可 你怎么一点没有发现 他的问题吗 他不想了吗 天天在想 想不出来吗 这都鸟子跟你说了好几遍了 你说的都是推测 有什么用啊 证据 现在我们主要需要证据啊 来吧 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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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以为是骑铁 没想到看到了他 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搞得一块呢 别管为什么了 说吧 怎么办 你派人守在那 等他一个人的时候把他请出来 记住了我说的是请 千万不要动粗 就说你要跟他谈谈 然后呢 争取让他守口如瓶 送他出国 他要是不答应 他要是不答应 再想办法 我再跟他谈谈 但是记住了 这次你不要自以为是 行 这次我一定听你的 你最好这样 大姐 有酒叫进来吧 电视机 店名家 李宗盛 是谁说话呢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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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 我我看着像 要杀我那个人 你别像我到底是不是 我看着像 怎么会是个男的 会不会是那个姓白的家里人 不会 齐铁说过 他是个孤儿 难道 齐铁在那 不会 他还没回来 他不会在那 你不是说 总觉得他没走吗 我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希望他在这 我不是怕万一吗 不会的 他不会在那 不会在 你再来看看 是不是那俩人 你过来看没事 他们看不见咱们 是 别人的也是 你们俩怎么不开灯呢 千万别开灯 干什么你 什么 你看清楚了没有 真是他 出什么事了 他们看见了齐铁 齐铁也发现了 你 能不能 许平平跟齐铁在一块 他很可能已经把他知道的事情告诉你齐铁 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再说齐铁已经看见了我的兄弟 咱们有事再有动手 那可就晚了 你让我怎么办 他是我兄弟 是我兄弟 你知道吗 你好好想一下 你现在把他当兄弟 可万一我们的事情要是露了 他还会再把你当兄弟吗 怎么会出这种事 真 干嘛 该死 大哥 大哥 你别走啊 大哥 你要这样我们就死定了 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没逼吗 是我的 你马上找几个能干的兄弟 带个家伙 去跟老四他们会合 对 给我把那个小屋子这边都干了 你听着 这里面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 特别要注意那个男的 一定要干得干净利索 要是万一失手了 你就不要再回来见我 都到亲了吗 到亲了 这里有家伙 去了以后 你们都放手干 一个花口都不留 我说你别来回晃了 你赶快想办法我头都快晕了 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和徐鹏联系 对啊 他不是副队长吗 让带两个人把他抓走不完了吗 不行不行 凭什么抓人家 人家没干什么 你不说他没有杀你吗 我没证据啊 再说了谁会信我的话呀 要是找小鹏帮忙 只能连累他 不行 我不是让你去找他 帮忙 我是让你去找他 投案 你说什么 我投案去 只有这样 你才能得到安全 小鹏也没有任何影响 你这不是 受罩吗 你把大姐往火坑里推呀 本来就是有人陷害他的事 你让自己去上任啊 平平你想想 他们之所以陷害你 就是怕你和公安局联系 对不对 你要投了案呢 公安局就会插手查 公安局一查 咱心里没鬼 咱不怕吧 可是他们的问题 就暴露出来了 对不对 你马上挂电话 现在呀 对对对 回来了 这是今天记录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不愿意看到真是这样 但是 我们是干这行的 有的时候 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的 考虑自己的心情 行行行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警察 用不了你提醒 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喂 姐姐 你在哪 好好 你不要走开 我15分钟以后就到 阿良 即刻人 马上出发 快快快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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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来呀 快想个办法呀 放心吧 他不是15分钟到吗 没问题 这小子办事很有条理 收拾好了 别紧张 没事 但是你记住啊 到了心理队之后 你只谈和这50万有关的事 其他什么都不要讲 记住啊 你见了小朋友 你不要谈我的情况 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 我不想结合更多的人 我放你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为什么这么追着你不放呢 这还用问吗 杀人灭口 对啊 你肯定抓住他们什么把柄 是什么的 没有啊 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你发现了他们什么 你也忘了 平平 别急 你想想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平平 你别着急 你慢慢想 比如说 你有可能看见了什么 或者是听到了什么 你不说有一本奇怪的账吗 不就是那本吗 我都跟你说过了 资金数目挺大 没有明目 你现在能不能慢慢想起 那本账的具体内容 那么多内容 我怎么能记住啊 况且了 我每次做账的时候 李小芳都在我身边 之后把刺盘交给他 我就出去了 什么 他把账存到私盘上了 啊 先打到电脑上 之后再把它存到盘里 电脑里总该有吧 不会的 他存进私盘以后 他把机器里的文件 全都删掉了 喂 那你现在能不能想起 这个私盘放哪 不知道 我一交给他 我就出去了 他那办公室的钥匙 又管得特别严 只有他一个人有 上班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随便借 没事 这怎么又修上路了 咱们这你还不知道啊 没事就修路 挖开了修修开了挖 哎呀废话了 同事后面掉头 快点上车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怎么了 有一次我我给他那个盘以后 我出去了 出去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那盘好像就 快点到放哪儿了 不知道 反正好像没了吧 快到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算了算了 别想了 没时间了 许鹏他们可不马上就到了 帖子 你看我 还是没给你帮上忙 不不不不不 你还是尽力了 有车来了 把灯关上 灯关掉 坏了 不是徐鹏 是那帮人 他们肯定要动手 逛电话 日下他们敢干什么呀 现在是晚上 这帮小月太广了 你可别乱来啊 你放心吧 我信有数 我告诉你们 一会儿听我的指挥啊 我让你们走 你们就走 不管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都不要管 听见没有 对了 白冰 这个 是平民的证词 这封信里面 记录了我一些想法 如果我们两个人出事了 你把它叫给徐鹏 放好 可是 没时间了 听见没有 我把它藏哪儿啊 我把他放在鱼缸里 对了 我用塑料袋包装 把它放鱼缸里 能有谁知道啊 什么 鱼缸啊 放鱼缸 这个鱼好几天没喂 对 就是鱼缸 什么鱼缸 李小芳可能把那瓷盘 就是给放鱼缸里的 第三个鱼缸 下车 快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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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你怎么才来 姐 大姐 小胖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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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来 小胖 打开 你 Madonna 他没看你啊 喂是我什么被徐鹏带走了 我在听我在听 我知道 我会想办法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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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那不正好吗 所有文章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递过去 不我是想让你去把起诉书撤回来 撤回来 他打了公司五十万 我想起来我以前曾经答应过给他五十万的奖金 这是个误会 误会 对了 你再找找关系 看看能不能帮帮徐萍萍办点出国的手续 什么 他要出国 是 来坐 一会儿你到财务那位欠零点钱 把他接出来以后好好安排一下 对了 这段时间你好好陪着他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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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你怎么会这么想 没什么 我是看着 觉得你心情好像不太好 没有 挺好的 我现在能有什么事 我现在除了要账就是还账 你以为在刑警队那么简单 过去那种轻松的日子没有了 诶 诶 对你其他的人还好吗 真好的 诶 徐鹏怎么样 他姐姐找到了没有 嗯 你还不知道啊 徐萍萍投案了 投案了 那他承认他是私囤公款 他没承认 他说那李小方答应给他的 他现在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嗯 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在这种时候 我应该去看看 那好吧 待会儿啊 我正好到他那去 那咱们一块去吧 你别为难 咱们这行的规矩我懂 行了 我还信不过你 快点吃 咱一块去 好好